音乐 各位同学好 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 我是云士大学机械系徐叶良教授 我们这一张细部设计的考量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产品架构的决定 还有这个设计的制造性的一些考虑等等 接下来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考虑的是人因工程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所有的功能都已经达到了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人的使用上 是不是方便 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有效率 人因工程的考量 人因工程这个学问 事实上它是一个还蛮深蛮广泛的一个学问 所以它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艺工程学系里头 它都会是一个学期甚至两个学期的课程 那我们这边只能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入门式的介绍 那人因工程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工程实际上必须要考虑 使用者使用上有关的因素 人因就是人的因素 human factor 人的因素 那人因工程考量主要的目的呢 是怎么样让我们所设计的产品 对使用者来说更容易使用 更方便 更有效率 而且可以提高使用上的生产力 在考量人因工程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认识就是说 人和机器的这个互动 人在使用机器 我们常常用这样子一个人机系统 人机系统 human machine system 人机系统来表达 那这个人机系统啊 这个左半边这里是我们的人 那人呢 它事实上是要从这个人机界面里头 输入感官的讯号 进行决策 输出扭力动作 然后把这个扭力动作 输出到机器上的上以后 那机器上接到这个输入的控制讯号 就执行相关的功能 再把这个状态的变化 它的性能的显示 把它输出出来 再透过人机界面 再丢还给这个人 所以人跟机械 就是这样子一个不断循环 在运作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用电梯来当例子 再把刚刚的人机系统 再跟大家这个讨论一次 相信大家都常常有坐电梯的经验 大家坐电梯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到电梯的前面 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 可能是看 现在电梯是在几楼啊 那我要从一楼上到五楼的话 那我们说 电梯现在目前是在四楼 所以我们用感官 感官我们用我们的视觉 去接收到机器输入的讯号 它现在在四楼 所以我就在脑子里头 去处理这些讯号 所以我决定 我现在要按这个 我决定要把这个电梯 从四楼把它按下来 然后我就施力或是施扭力 到这个机器下 我按下这个电梯 然后电梯呢 接到我的这个控制输入之后 它就从四楼 再开始往下走到一楼 然后它在四楼走到一楼的过程中间 它的灯号就不断地变化 从四三二一 所以它把这个 这一个它的状态的变化 用新的输出 它可能用视觉的方式 用新的输出 再告诉我 当这个电梯从四楼到一楼 它到达的时候 常常电梯会也除了视觉输出之外 也会给我个听觉的输出 比如说它会这样 叮 想这么一下 我就知道我的电梯来了 那电梯来了 电梯打开之后 我进到电梯里头 又再次做一 再重新做一次 这个人机系统的循环 我又再次去按下这个 五楼的这个 这个按钮 然后电梯又接到了这个 控制的讯号 开始去动作 把它的状态 重新输出等等 所以使用者 在使用这个机械 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用 用这样子一个人机系统 来做说明 然后人跟机器之间的互动 也是不断的 透过这样子人机系统的 这个循环 来做一个互动 那人机系统的 这个循环里头 我们在人因工程上头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指的是什么呢 人机界面 其实是指的是说人 我们使用者 接触到这个机械产品 接触到这个机械 或接触到这个产品 的任何的部分 任何形态 任何形式的接触 包括刚刚提到 我们身体的接触 我们去按它 我们走到电梯里头 去站在电梯里头 包括身体的接触 包括看 听 闻 等等感官的接触 所以所有的 所有的人 跟这个机械 跟这个产品 接触到的部分 实体的接触 或是感官的接触 都是我们的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所以人音工程的 很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这个 人机界面的设计 怎么样把这个 人机界面设计得最好 所以在这个 使用的过程中间 它可以很方便 很安全 很省力 而且可以有 很高的生产力 所以人机界面的 人音工程的考量 我们大致整理成 这样几点 第一个我们在设计 人机界面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使用者感知能力的 限制 比如使用者 他的视觉 他的听觉 他的嗅觉 他的触觉 等等 感知能力的限制 怎么样 这个机器 可以利用使用者的 感知能力 把这个讯息 很适当 准确 快速地传给使用者 接下来我们也要考虑到 使用者 认知能力的限制 也就是说 当使用者 接受到这些 感官讯息的时候 他在他的大脑里头 怎么样可以 快速地 正确地 有效率地 去处理这些讯息 然后能够做出 正确的 操作上的决策 那这些操作上的决策 就要 就要用施力 或是扭力的方式 来施加在机器上 所以第三个要考虑的事情 就是这个人 这个使用者 他的施力的能力 的限制 他可以施加 多少的力量 怎么样的力量 对他来讲 是方便的 所以对他来讲 是可以负担的 所以这是 施力能力的限制 最后就是 这个人机界面 也要考虑到 符合使用者 身体各部位的尺寸 我们不管在 感官的输入 或说施力 施力或施加扭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这一个产品 这个机械的本身 它是不是能够符合 身体各部位的尺寸 所以我们这些动作 可以顺利的执行 也是我们在 人机界面 人因共产上考量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接下来的单元里头 我们就要 从这个四个方面 来跟各位同学 做更细节一点的解释 我们怎么样去考虑 感知 认知 施力的能力 跟身体各部位的尺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